说完了这个消息之后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其他方面的体育新闻 还是关于篮球的 据美联社报道 美国著名的体育专业的媒体 是ESPN正式发表声明 说对于此前在报道林书豪过程当中使用的 带有种族歧视性的言论 要表示道歉 在18号尼克斯队输给黄蜂队的那场比赛当中 作为尼克斯队控球后卫的林书豪 全场一共出现了9次失误 赛后ESPN在移动平台网站上发表了一篇 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文章 引发了全球华人球迷的极大不满和抗议 ESPN事后表示说 我们已经删除了这篇文章 我们感到非常的遗憾 并且表示真诚的道歉 今后不会再犯错误了 下面的目光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篮球赛事